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继续讲 《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 我们上一集是《萧文解义》 《大势至菩萨受到超日月光佛教他》 叫他修念佛三昧 我们上一集也讲 念佛三昧是一个总称 念佛三昧也包括了一行三昧 或者是一行三昧 宝皇三昧 还有波舟三昧 都是同时一样修的方法 如果是我们以一个总相来讲 怎么是念佛三昧呢 总相 三昧 梵词是Sammati 又名三昧 三昧 如果是我们以汉文翻译是正定 八正道里面有正定 正慧 正语 正思慧 正见等等 就是离语望念 心安住一处 而内心不散不乱的意思 内心不散不乱 念佛三昧就是把佛号念到一心不乱 一心不散不乱 这个梵语是什么 Avixipta Chitta Chitta 是什么意思 Chitta 是你的心 Vixipta 是什么 Vixipta Vixipta 就是很乱 很杂 Vixipta Chitta 如果是我的心现在是Vixipta Chitta 就是我的心很乱 就是一个意思 如果是你在前面加那个Avixipta Chitta 就是不的意思 不乱了 你的心不乱了 就是一心不乱了 就是这个意思 能念所念双鸣 能念之心 所念佛号 都已经是顿然不知足了 顿然双亡了 都没有 不是忘记的意思 就是没有了 心不离佛 但是虽然没有心不离佛 佛不离心 心佛日一如 大概是这样 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 就是这个意思 《阴光法师》在文抄里面 《阴光法师》有一部很出名的 在民国末年的时候 他写了一部《阴光法师》文抄 就是把很多居士问他这个问题 都归纳起来 做了这个文抄 很出名 很多人看过 念佛必须舍心 念念心起 念从口出 皆须自自聚聚 明明了了 又须舍耳地听 自自聚聚 腊于心中 耳根一舍 诸根无有外池 就可以说是到了三摩地 大世纪菩萨所谓 都是六根静念相继 细为第一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再回头再看一看 Samadhi 有很多人可能也不太了解什么是 Samadhi Samadhi 是到一个境界是一等乱都没有 就是一心的境界 Samadhi 是一个一心的境界 通常如果是我们翻英语有很多种方法 Equanimity One-pointedness of mind 也可以说是已经到了这个境界 没有咋念 没有妄想 只有他的所缘境存在 在这个情况 在这里念佛 就是只有佛的名号 只有佛 Samadhi 那么可能有人问 那么止观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 Samadhi 就是止观呢 止 如果是我们用梵语去说 就是 Samadha 不是 Samadhi 是 Samadha 就是 Samadha 在 Samadhi 下面应该有 Samadha and Vipassana 就是有 Samadha and Vipassana Samadha 是什么意思 Samadha 就是如果是我们用英语翻译 就是 Calming the mind Samadha 是 Calming the mind 那个意思是止 把你的 mind 把你的 mind 就是 calm down 已经 calm down 我们那个 mind 不 calm down 我们那个 mind 好像是怨猴一样 一天到晚 不停止 不是想东 只是想西 如果是你的业力重了 你的探前期 沙道人忘重了 一天到晚 排回于恶业里面的妄念 Samadha 就是 Calming down the mind so that you don't have all the other wandering thoughts 就是止 Calming down the mind 但是 Samadhi 就不止 coming down the mind 沙摩地 不但是 coming down the mind 那么简单 Samadhi 就是 in addition to coming down the mind You also have an introspection of the mind 这就不同了 你有观了 你观 你有智慧 那个意思就是 Samadhi 就要怎么样呢 如果是讲的彻底一点 就是定慧齐之 有定有慧才算是 Samadhi 不但是 Samadhi 不是说定在这里 不是 也有慧在里面的 我们这样了解比较好 如果你不是这样去了解它 好像是 Samadhi 就是 Samadha 不是 我们天才中对分析得非常常识 什么是止 什么是观 这非常常识 子来伏己 即出门 观来断祸之正要 断祸 就是不但是你的妄念没有了 把你根本的祸 也没有了 这个是慧 把它看得通了 子来伏己 即出门 会来断祸之正要 子来禅定之圣音 观 智慧之游戒 没有观 你的智慧很难 没有观 这个意思 如果是我们五禅之来讲 你就没有vitaka vichara 没有顺势了 这个应该对上座部的五禅之认识多一点 你就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关于三昧这一点 我们就不要再谈那么多 但是念佛三昧我们可以多谈 三昧 禅也三昧的 那么念佛是什么一回事 你不用说念佛就是念佛的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关系 南无西迦牟尼佛念佛 念佛不是很简简单单的就是说念佛念佛 念佛有莫大的意思 也有四种不同的方法 一个是持明念佛 一个是观相念佛 一个是观想念佛 一个是持相念佛 持明念佛是怎么样呢 称念阿弥陀佛名号 昼夜间一心专注 或者是一万生乃至十万生 千生百生 如是岁月即久 念念不断 唇一无杂 离名忠实 定见阿弥陀佛现身迎接 确定往上西方救到世界 这个是持明念佛 这个是持明 持阿弥陀佛的名字 观相念佛 观阿弥陀佛的形象向好 口称佛名 心不散乱 因为你的心 口的声音是阿弥陀佛 你的心观相 心不散乱 本性佛从而显现 如是念念不断 唇一无杂 离名忠实 定见彼佛 现身迎接 确定往上西方救到世界 观相念佛 端作正念 面向西方 心作妙观 想阿弥陀佛每一间 百欲豪向光 乃及足下千佛轮向 如是从上至下 从下至上 辗转观之 观想纯属 三昧现前 离名忠实 决定往上西方救到世界 这个也是属于 事的念佛 当然 事的念佛也可以 如果是你深入的时候 到了某一个境界 也变了什么 理念佛了 实相念佛 就是理念佛 不是事的念佛了 已经飞跃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是理念佛 所以念佛 不是说念佛 念佛什么都简单 很多人说是念佛 拿摩阿弥陀佛就行了 所以我们要读经典 我不需要读五经理论 我念佛就行了 我怎么读那么经论 我这个文字没有你好 你文字没有那么好 但是你也要从智慧这一方面去观 关于观想念佛 观想念佛 我们还有观经讲得很清楚 八千七百多字 我们说五经理论 有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还有其他三经 阿弥陀经 所以观无量寿经里面我们当然在讲 观无量寿经 但是根据阴光老法师 阴光法师他讲 不容易观的 普通凡夫 你观很难观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众生的凡夫 我们的妄想太多了 恶的业力太强 很难观 所以阴光法师大师 这是叫我们齐名念佛就好了 这是这样讲的 偶遇大师也是叫我们齐名念佛 圆阴大师也是叫我们齐名念佛 观想观相是很好的 是不容易 功夫不够是不容易的 好 那么我们讲齐名念佛 什么是嗜 嗜 齐名念佛 观相念佛 观想念佛 也有他事的这一方面 也有他理这一方面 什么是齐名念佛的事念佛 什么是齐名念佛的理念佛呢 我们先讲事念佛 有能念之心 所念之佛 依心系念佛 心佛不相舍离 心中会有佛 佛外更无他心 无心 口念心念 自是从心起 自是从口出 自是从耳入 如是念法 不致散乱 念念相继 无有间断 信念佛是什么呢 南无弥陀佛 南无弥陀佛 我能念之心就是南无弥陀佛 所念的佛号也是南无弥陀佛 我没有其他的 心外没有其他的 心外没有佛 佛外除了佛外无心 除了依据佛号 我也没有心想念其他的东西 心佛都是念 都是在佛号里面 我念的口干了 心 我念的口干了 我没有气了 那怎么办呢 我就心念了 心念 口不念可以 因为你的口干了 很累了 但是你不可以口念 心不乱念 我口南无弥陀佛 南无弥陀佛 但是你的心不是在佛号里面 就不行 你心念 口不念也可以 因为你的心也有佛 你的口太干了 太累了 你可以 但是你不可以口念 心不念 就是南无弥陀佛 南无弥陀佛 但是我这个心在九里云外的事情 到了香港去了 到了美国去了 我的心不在我的心里面 那个不是心外无佛 佛外无心 这个就不是心以佛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Vikisiptajita 散乱心 你们知道 这个是四念佛 你念佛 你只虽把依据阿弥陀佛 直念反观 能念心外 没有佛 唯我所念 就是我除了念阿弥陀佛 我还加什么 我还加观照里面 还加了智慧里面 如果是我们英语讲怎么讲 I introduce my introspection into my chanting 懂吗 那个就是把你的introspection into put your introspection into the chanting 就是用念我反观能念去心之外 没有佛 唯我所念 我止于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修止了 这个就是修己观的止了 你止于这里 就是能念心外 没有佛 唯我所念 没有其他的扎念 我就止于这句佛号 禅中也有修止 他止于他的所缘境 他止于他吗 如果是他修主西禅的 我止于念佛是谁 万法归一 依归何处 梁没有圣我以前的本来面目 我是摊话头 那么我止于我的话头 这个就是止了 你止得很熟 禅定现前的 你念佛念得很熟 那个心 所缘境 南无阿弥陀佛 那个心很熟 也是止 所以你不可以说 我修止的 如果是我们说修止的人 你说我常常静坐的 我修止的 我很容易地知道你要没有修止 知道有没有功夫了 怎么试人家 当然我们不要试人家 我是要讲 很多人说 我这个止的功夫很好 我可以止多少 止一个小时 止一个小时 你怎么知道他好不好 你看他有没有骂人就知道了 他骂人之后他可以止吗 你看他有没有发脾气就知道了 他发脾气的时候一点止都没有 他骂人的时候一点止都没有 那个止很容易地看得出来 他说 为什么你们这样 我是这样 你不应该这样跟人争论 你跟人争论的时候 你的止哪里了 他说 所念佛外没有心能念佛 佛就是你的心 意名为观 所念的佛号 所念佛外没有心能念佛 你的心就是在佛 佛在你的心 能念所念的心是空 能念所念性空极 感任因道教难示意 我此道场 我此心如地珠 释放阿弥陀佛引现中 我今念佛在现前 头面解诸归命理 也可以这样的 所以心佛一致 那个时候就是中道理性的念佛 也是空 假 中都有了 中道理性念佛 中日念佛 中日无佛可念 中日无念 中日念念念佛 若言其有 这能念之心 了不可得 我这个心有念佛吗 我这个心没有一法可得 我能念之心 了不可得 我是念佛 但是我知道我这个心了不可得 是空的 是空性的 所能念之心 所念之佛 所念之佛 理向绝明 如果说是空 能念之心也有大 利利分明 能念之心 利利分明 所念之佛也利利分明 能念之心 灵灵不昧 没有闪断 能念之心 灵灵不昧 所念之佛 利利分明 如是念佛 空有不利 心佛一如 持命念佛 就是实相念佛 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念 就是理念佛 事念佛 理念佛 我们先消化 消化什么是事 什么是理念佛 什么是子 理念佛里面什么是子 什么是观 什么是中道 你都要知道 现在我们知道了 子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可以子的时候 当你可以子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的子成功了 就知道怎么样了 其实还有一点 当你知道你子成功的时候 谁培养你成功的 六度万恒里面培养你子成功的 所以你说六度万恒不重要吗 六度是什么 不失 其解 忍辱 精进 禅定般若 全部是培养你的子出来 其中培养你的子出来 如果你是业障多的 你习气多的 有一个你的善臣 你的好朋友常常培养你 令到你的子有功夫 这个是谁的善臣 这个是谁的善臣 哪一个善臣是特别的培养你的子出来的 哪一个 你知道吗 六度里面忍辱 忍辱是令到你的子更具功夫 忍辱是什么意思 安住在那个子上面 忍辱是安住 安住其心与子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心常常变 要不然《金刚经》 须不提就不会问了 如何应云和助 因云和降伏其心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子念佛 就是这样的 本来我要打算再讲一点 是一心念佛三位 跟你的一心念佛三位 有一点深入不同 现在讲是你念佛 就是比较一个普通的 是念佛 理念佛 但是我们也要深入一点 什么是是的一心念佛三位 什么是你的一心念佛三位 这个就已经比较深入一点了 但是我想留下来下一次 但是我刚刚讲了大概是半个小时 我可以多讲十分钟 讲一点跟是跟理 也有关系 跟我们五经一论很有关系的 我以前记得有一位居士问我 我们净土宗里面的念佛法门 有五经一论 五经是弥陀经 小本弥陀经 佛说阿弥陀经 佛说无量寿经 佛说观无量寿经 大师之菩萨念佛 缘通章 菩萨行愿平 是五经 他问净土宗有没有其他的经的呢 为什么只有五经呢 尤其是前三经 其实净土宗里面净土的经典蛮多的 其中一部经我们讲了净土经多也有 但是最早的一部经是哪一部经 最早的净土的经 最先的大概是最先的 就是什么经 波舟三昧经 他们说为什么不把波舟三昧经编进去呢 为什么不把波舟三昧经编进去呢 成为六经一论不是更好吗 我想以前的高僧大德 他们不把波舟三昧经编进去 是有它的原因的 因为波舟三昧是不容易修的 本来我就跳到波舟三昧 给大家讲一点 这里有一点范文在这里 什么是波舟三昧 大概讲一讲十分钟的时间 讲一讲波舟三昧经 让大家了解了解 不但是五经一论 有一部波舟三昧经 波舟三昧经泛于什么 Pratyutipana Samadhi Sutra Pratyutipana是什么意思 Pratyutipana这个梵文是什么 就是波舟 我们翻译 以前的翻译家他们翻成波舟 prah 就是波很难翻的 Pratyutipana Pratyutipana 这个意思是当下的意思 或者是现在 马上 当下 当前的意思 也有一点是什么 Face to face at the present moment的意思 马上就可以了 马上就可以成就了 Pratyutipana Samadhi Sutra Pratyutipana Samadhi 佛教经典 后汉 这一部经是后汉 大概2000年了 波舟是Pratyutipana 现在当前立前 所以它的范围的经题也有意义翻为 现立佛前三昧经 另外名称了是 十方现在佛西在前立定经 简称是现在三昧经或者是现在定经 为什么这部经没有编进去呢 那么重要的一部经典 那么古老的一部经典 因为这个念佛的方法是不容易修的 It has to be face to face and it has to be standing all the time 你要修的方法是不可以坐 不可以卧 是立在行住坐卧 你不可以坐 不可以卧 这样不断地念佛 七天 至于大师有提议我们的方法 是四十九天 四十九天是常行三昧 不坐 不卧 四十九天这样念佛 这部经典介绍有精行与念佛的方法 精行 circumambulation You only circumambulate without sitting and without lying down continuously for forty seven days chanting the name of 南无阿弥陀佛 非常难 如果是你真的可以做到 在禅定中子可以见到十方佛 得到了他方佛的教导 并以阿弥陀佛为十方佛的代表 你见到阿弥陀佛 通过一念阿弥陀佛 可以见到无量佛 通常他们说 如果是你真的很诚心诚意的念 你四十九天内就可以见到阿弥陀佛 你要尝试吗 你要反观济心 了解所见的诸佛 这是心念所做 诸佛所观尽 无所从来又无所去 所以你要念到是你的念佛 这里是理性的念佛 性空患有的理性念佛 你根据《波周三昧经》 就是得到了理性的念佛 是理、依心念佛三昧 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 龙殊菩萨在《大师斗论》 《十足琵琶书论》 常常提到这个经《波周三昧经》 所以它是最早在印度 也是中国很早的大乘佛典 龙殊菩萨是去离释迦牟尼佛 大概是五、六百年龙殊菩萨 龙殊菩萨是霸宗之主 我们大乘佛法不是说有霸宗派吗 都是以龙殊菩萨为祖先的 龙殊菩萨也是密宗的祖先 禅宗的祖先、净土宗的祖先 那么它的《大师斗论》里面 《十足琵琶书论》里面 常常提到这部《波周三昧经》 是很重要的一部经 《波周三昧经》也有Tibetan version 这是有藏文的本 所以很久的 藏文的本跟我们汉文的本有一点不同 也有西方的学者研究Tibetan version 研究诗藏的《波周三昧经》里面 也提到了一点很有兴趣的 你们提到了有一点文字 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兴趣的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 大概很快的 《波周三昧经》 is an early Mahayana Buddhist scripture which probably originated around the first century in the Gandhara area of North Western India 就是在印度里面一早就有这一部经了 Gandhara 建陀罗里面 建陀罗就是在西北部的印度 这个经 Pathipana Buddha Samukha Vastikta Samadhi Sutra which translates to Sutra on the Samadhi for encountering face to face the Buddhist of the present 所以这部经很重要的 这部经非常重要 如果是我们要知道西藏的这一部《波周三昧经》 它的内容跟我们汉译的内容有什么大的分别 那么你要看英文 因为有很多学者就是英语的 Robert Buswell and Paul Harrison 所以懂得一点英文是有方便的 是比较方便的 那么我在西藏的《波周三昧经》里面看到了有一段 是蛮有意思的 但是它是Paul Harrison的翻译 所以是英语 我可以用中文想出来 但是我们大家要看一看这个很好的 里面怎么讲呢 里面就是说菩萨们 在里面的内容 菩萨们听到阿弥陀佛 如果是常常念阿弥陀佛 就可以往上西方的世界 Buddhisattva hear about the Buddha Amitabha and call him to mind again and again in this land 我们在梭博世界 菩萨们知道听到这样讲 如果是我们听到的阿弥陀佛名号 不断的忆念 不断的念阿弥陀佛的身号 在这个梭博世界 就可以往上西方的世界 Because of this calling to mind they see the Buddha Amitabha 因为你常常一念 常常念阿弥陀佛 你这样就可以往上西方的世界 这个是从西方学者 在波州三昧他们翻出来 在英语翻出来 他不是用汉语翻出来 但是我用汉语把它讲出来 Having seen him they asked him what dharma it takes to be born in the realm of the Buddha Amitabha 菩萨们见到阿弥陀佛 就问阿弥陀佛 我们应该怎么去修 我们要到阿弥陀佛的极乐国土 我们应该怎么去修 What dharma it takes to be born in the realm of the Buddha Amitabha 那么阿弥陀佛就回答他们了 Then the Buddha Amitabha said to this Buddha Sattva If you wish to come and be born in my realm You must always call me to mine again and again 如果心里愿意生到西方中的世界 你一定要常常念我的名号 You must always keep this thought in mind without letting up and thus you will succeed in coming to be born in my realm 你千万不要忘了 你要常常念 不断的念 那么你将来不要舍离念的方法 那么如果你将来成就 你一定可以升到西方中的世界 里面有这一段就是阿弥陀佛告诉菩萨们 你们在娑婆世界里面念阿弥陀佛 你就是有什么法门 你就是always call me to mine again and again What's the meaning of calling to mine to call into the mind 常常要一念 那个就是什么 有是你都要有 你不要忘了 你不但是念 你还有回忆 calling to the mind and never be forgetful about it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年轻的 为什么你多学一种言语 你应该学藏文 你应该学英语 如果你不是那么老 学英文 为什么你不学英文 学英文 没有人鼓励你 现在有人告诉你 你不学英文有些是质底 不但不要紧 你只是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 你念阿弥陀佛可以往生西方 救到世界 就已经够了 所以《波周三魅经》是非常重要 它是最早的一部经 《波周三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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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每天有念这个咒吗 有啊 你在观音 灵感 真言 你常常念 《波周三魅经》 《波周三魅经》 你常常念的吗 Na platyutipa na 没有无谷义无尽的意思 你知道观音灵感真言是什么意思 大致发于心 于心无所寻 成就一切意 无谷义无尽 无尽是什么 Na platyutipa na 无尽 尽就是present face-to-face na platyutipa na 就是没有 尽就是古尽都没有那么好的 无谷义无尽 就是这个意思 讲得多一点 今天就讲到这里